歡迎收看醫學大聯盟 醫學大聯盟是你社會上的好朋友 任何疑難雜症 在這裡通通都有解答 大家有沒有覺得春天來了 萬物甦醒 隨著這個正正的春風 雖然讓我們覺得春心蕩亮 心曠神怡 但是也有很多人 文春色變 因為有些人只要一換季的話 他就會 甚至很多過敏魚的 來自於我們居家生活中 經常接觸到 但是又容易忽略的地方 尤其如果家裡有小寶寶的話 我們更要幫他們打造 到底怎麼樣打造 第一女環境呢 今天就要請專家告訴你了 但是今天優秀隊伍 一樣可以把我們的 精美禮品帶回家 大家加油 一起來一集接著說 一大拍 好 來 首先介紹別的紅座隊伍的 秦桧還有撒基努 嗨 謝謝 太多了 大家好 我還有安晨 謝謝 大家加油 今天真的很厲害 好 我覺得那三位應該也很想要 好 介紹我們的醫師還有專家群 首先歡迎我們的 機場科醫師張士的醫師 大家好 美國自然醫學醫師林佑柔醫師 大家好 好 家事達人安晴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不見安晴老師 馬上進到我們的 百人名吊搶答題 請問一下 家中最常見的過敏原有哪些 我們取前五名 這個 越南猜的分數越高 你看 姚浩如 她從全部開入 她的手都在淋上 好誇張 失敗 很想贏 我來看 我來看 那個早就被我放在後車廂了 其實我老實說 媽媽應該都知道 對 我覺得最普通的就是 家裡一定 最胖 妳不要說什麼窗簾都有 其實現在大家對於塵蠟 都很有想法對不對 對 尤其以前怎麼知道 會有塵蠟這樣的東西 對 現在都把它放大圖 好驚人 好恐怖 好恐怖 對 塵蠟來看看有沒有 一定有 才第五名 十分剛好 十分剛好十分 因為妳在台灣是說 妳說一個人塵蠟過敏 90%的機會是對的 對 因為真的同一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90%的人 我們在血液裡面 可以驗出一些 對塵蠟過敏的IgE 那塵蠟是這樣 塵蠟它不會寄生在你身上 塵蠟其實它喜歡生活在 人類很接近的地方 對 因為為什麼 它靠的是我們身上的一些 皮屑 食物 頭髮圍 當它的食物這樣子 我們人一天可以掉 1.5公克的皮屑 對 這個可以養活 一百萬隻塵蠟 是不是很噁心 一半萬隻 我們人類本身就是飼料了 對 塵蠟它自己就是過敏原 不管是它的身體 它的屍體 它的排泄物 它的卵 十分實質 它連死了都會過敏 因為它有蛋白質 蛋白質不會因為它死掉之後 就不見了 我曾經聽過 過一個很噁心的說法 就是其實我們 那個被子不是都會拿去曬嗎 對 比如說還有 你就說把被子放到黑色的塑膠袋 把它放到陽光下面讓它曬 其實我們所謂的 常常覺得 有太陽味的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塵蠟的體味 是嗎 好噁心 是不是 沒有 那個不是 那個是臭氧的味道 是臭氧的味道 因為太陽在曬到那個防織品 會產生一些臭氧 所以不是塵蠟的臭 不是塵蠟的味道 很多病人會皮膚上一個包 我說醫生我被塵蠟咬了 我都會講說 塵蠟不會咬人 就跳蟲 塵蠟只會讓人過敏 會咬人的是跳蟲還有蚊子 蚊子 蠢蠻不咬人 可是他小小的 他你肉眼看不到 他非常麻煩這樣子 那個真的很麻煩 你看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很喜歡玩夾娃娃 你知道嗎 然後他又很喜歡 收集一些有的沒有 然後你收集就算了 可是 他就喜歡跟他們一起睡 他就開始 他就會莫名其妙地過敏 然後身上會長 痢痢痢的那種 然後他去醫院檢查 然後去抽血 幹嘛 然後去看 然後醫生 醫生一開始是跟他講說 你可能是季節在換 可是他說有時候 也不是那麼明顯 或者是幹嘛 然後問到最後才知道說 原來他的那個布偶娃娃 就是他的過敏 就是那個塵蠟 都是一直貼附在那個 布偶裡面 然後你也不可能把布偶 拿去丟到洗衣機裡面洗 對 可以 可以洗 她的眼睛會掉 對 可能給你自己戳 我最近也洗過一個 我很喜歡的豬娃娃 然後他就洗完那脖子這樣 對 所以你洗可以 最簡單的就是洗疑墊 洗疑墊 洗疑墊專門處理 因為小孩子對這個也很敏感 像我們家是只要 以前還能出國玩 有時候我們寒暑假 會出去一兩個月 你回來那個被子不用講 備單 備號 上面 家裡都一層灰了 對 可是有時候你知道 晚上班機回來 十一 二點 你趕快弄一弄 小孩就上去睡覺 有一次我兒子最嚴重的 他們本來就有過敏體質 但那一次比較恐怖的是 我兒子睡到半夜 你會開始聽到他會這樣 有點黑鍋的音樂 氣喘 後來會 就是會有點呼吸不過來 我會有點嚴 這有點危險 想說你還好吧 養好 我兒子會整個這樣 就會很喘 後來他坐起來之後 我們讓他喝點溫水 讓他坐著 靠著 坐著之後好一點 他就那天晚上是 坐著睡覺 好可憐 因為我們稍微把它放斜 它 它這裡就會喘住 這裡就會喘住 因為它可能就是支氣管 支氣管整個所收了 對 宣傳 這個過敏體質其實很危險 所以說最後還是帶去醫院 緊急處理 有一小部分 氣喘會致命 是嚴重到就是說 你的支氣管整個縮起來 連空氣都流不過來 趕快寫床單 好不好 對 很好 再來看看還有哪些過敏 怎麼知道是 真的很厲害 很強 這個 趕快 其實你應該都知道 家裡 還有很多就 美菌 好 美菌 要髒 還有牆壁 說到其實美菌 你有時候出國一 兩個月 那個回來很有趣 我之前就是搬家 然後我舊家的時候 想說要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時候 因為帶小朋友很累 我就假裝我有事情 然後去我舊家那裡 睡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回家 然後我跟你講 就是一個月而已 真的就一個月 我就覺得為什麼沙發上 白白的 太失了 其實沒人住 就是真的會有美菌 你知道嗎 就說 那個出國一 兩個月回來 也很恐怖 後長香菇 對 沒有 這長香菇 香菇真的要很久 那也太濕了吧 我來吃蠱蠱之類似的 來看看美菌 有沒有 有第三名 這個第三名 這個很高分 很厲害 謝謝妳 很高分 我覺得在台灣的話 因為它喜歡的環境 跟我們人類的環境 其實是很類似的 譬如說它的生長條件 就是要有空氣 你空氣沒辦法隔絕 對 它又是濕度80%以上 我們台灣的海島型氣候 就是動不動 就是80%以上 對 80% 對 這個也很難 然後另外就是 針對溫度的部分 它是20度以上就容易 產生黴菌 就剛好就是跟我們人類 我們自己最喜歡的環境 所以你就撇開這幾個 空氣沒辦法隔絕 溫度沒辦法控制 能夠做就是濕度的部分 所以說其實像除濕機 就是可以定期可以去開啟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就要去想 到底哪裡是容易有潮濕的地方 通常我們潮濕的地方 就是我們眼睛看得到 例如說用水的地方 廁所 所以水槽附近或是廁所 甚至有時候廁所的天花板 其實是很容易積水的 對 所以很多人打掃地板什麼弄 可是你要抬頭看一下天花板 有的時候上面就全部都是 黑色的煤板 對 黑一點點 真的 那那個煤板很討厭是 你不是摸了才有事 它會隨著空氣去飄散 你想到就覺得很噁心 那真的就要爆紙對不對 對 因為它是靠那個包子在傳遞 所以你看不到 就是你是看得到你要去做 另外是看不到的地方 例如說有些地方是 你空氣不流通 太陽又曬不到 然後例如說什麼 櫃子跟牆壁的中間 它有一個系統 像有些衣櫃它可能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訂式的 是那種活動式的 或是一些櫃子的後面 其實你有偶爾去看 你就會發現很多白白的粉 對 那個灰灰那就是黴菌 然後洗衣槽 那個也是很容易會有被塞 你這麼喜歡 應該把它打開對不對 可以稍微讓它通風個半天 或是半小時 然後把它蓋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灰塵 也不會太潮濕 甚至很可怕的就是像空調 空調設備 冷氣 電風扇 空調自己發霉 它會 因為它出風口的地方 會有水氣凝結 對 像冷氣出風口 它會水氣凝結 久了就會發霉 我會建議大概兩個禮拜 要去做一些檢查 你最起碼你外面的灰塵 跟出風口的地方 一定要用酒精噴一噴 擦拭 酒精 對 簡單的部分 我有一個 三歲的一個小朋友病人 他爸媽其實也是我們節目的 忠實觀眾 這小朋友他就經常 他其實 你沒有看過一個小朋友 這麼來看病 他平均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要來看一次 每次來就是很嚴重 就是說氣喘 鼻鬥炎 又異微型皮膚炎這樣子 好辛苦 當然他們 因為我們的 我們診所在比較市區的地方 他們家也是住在市區 比較老舊的房子這樣子 有一次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陣子 他比較少回來 好不容易下一次媽媽回來 來也不是看小朋友 是媽媽自己也要看病 媽媽說 我家最近小朋友變比較好了 我說 那你家到底最近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問了一下 重新裝潢了 連空調都換新的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老舊的房子特別容易 帶來一些健康的問題 不只是黴菌 如果你通風不好 容易長黴菌之外 你那個牆壁上的油漆都老舊了 家具都老舊了 它很容易脫落一些 讓人生病的粉塵這樣子 這個叫所謂的 所謂的病態大樓症候群 有一個定義就是說 你離開那一棟大樓就沒事了 就好了 對 有時候辦公大樓在裡面 就是頭暈 就是不舒服 可是一下班就沒事了 對 這個不是說上班一條蟲 下班一條樓 真的是病態大樓症候群 居家環境也是一樣 等於就是說 如果家裡比較老舊的話 記得清潔更要注意 空氣 環境 還有這些家具 都要把它清得很乾淨才行 病態大樓症候群 其實我們都會上網查 因為家中多多少少 會有一些黴菌的狀況 但他們有時候什麼漂白水 再加上什麼鹽酸 加水下去調 擦牆壁會好 那個是OK的嗎 基本上如果說你要把 黴菌這個部分的話 處理掉 就是你濕度的部分 一定要控制 不然你的濕度沒有控制 你清掉之後 它還是會一直漲 所以我是覺得像 很必要像除濕機 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 台灣是一定要準備的 另外說針對去霉的部分 當然現在有現成的 所謂的去霉劑 有的人會覺得說 不想買那麼多瓶瓶罐罐 就看家裡有沒有什麼可以用 像漂白水 綠系漂白水 當然它有它一定的效果 了解 因為這種所謂濾的東西 它很容易 因為不穩定 產生 比如說你剛剛 自己調也危險 對 所以有的人就說 怎麼A加B要漂白水 又加什麼加 其實就不要 你寧可就純粹用漂白水 但是漂白水就容易會有一些 刺鼻的問題 因為它有濾 所以除非很嚴重 否則我是比較不建議 用濾的漂白水 了解 就是市面上有一些去霉的那一些 對 或者是比較安全 比較溫和 就是所謂的 過碳酸鈉 想買粉 對 它就是比較安全 然後比較穩定的東西 好麻煩的 千萬大人 妳可以試 妳真的比較可以一點飯 妳可以試 妳可以給隔壁做一點飯吃嗎 有問題 今天想 想拿醬 妳真的很想贏 妳真的很想 妳真的很想 因為來到成績了 我跟你講 來 來 我想一想 接下來 寵物呢 寵物 寵物就怎麼 你家有養小孩 對 如果有毛小孩 尤其是貓 有養小孩 養本毛貓那種 台灣的 養本毛貓 所以我就跟我兒子講說 你若是要養寵物 第一個 它不能有毛髮 第二個它不能叫 為什麼寵物 不能有毛髮 第二個它不能叫 第三個它不能浪費電 手工費 沒有 它就只能養鮭 鮭 鮭還不錯 然後沒有毛髮 對 然後它又不浩費電 鮭 我們可以招牌 謝謝 我也可以招牌 蜘蛛 動物的毛髮或皮屑 來 看看有沒有 動物 哪些動物真的會影響到 我們真的會過敏 很不舒服 動物的話就是它的毛髮 它的皮質 油脂 裡面都會有一些蛋白質 這個就是會造成過敏 如果說你小時候 盡量是在一歲之前 就先有接觸這些動物的話 比較不會去變成衍生 就是你對這個東西有過敏 真的 它等於天生就會有點 因為它熟悉它 而且因為等於那時候 在訓練免疫系統 了解 對 因為小朋友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臉上它的免疫系統 還是在被訓練當中 還不完全 所以那時候如果 你有接觸的話 就比較不會過敏 尤其是你家裡是有 爸媽是有過敏基因的傾向 你就可能要特別注意這些事情 但是講動物的話就是說 因為牠通常就是春天 可能秋天就開始要掉毛了 換毛了 對 牠換到冬天的毛 所以那時候你就是要刷 就是要把它好好的梳理牠的毛 可是我有問題 醫生 像我雖然家裡有養兩隻貓 是短毛的 可是我有一次去看房子 然後我一進那邊 他還剛開始解說 那個屋主就說 來 你看我們這個客廳什麼的 然後我就開始這樣 因為我很想要打噴嚏 我老公就想說我幹嘛 然後我就開始這樣 就很感動 然後我老公想說 你在感動什麼這一間 你這麼喜歡 要不然這一間房子就卡到一 我就會問 怎麼回事 後來我們才知道 那一隻的屋主養了 可是你自己有貓 可是我自己有貓 所以醫生講的那個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很納悶 我自己有貓 到底來講我應該不會 可是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可能你進去的 那個環境裡面 可能它有一些裝潢是新的 或者是說 它的地毯剛換過 那都會散發出一些 就是那種有機溶劑 會發現的有機溶劑 那個也會造成 你剛剛講的那些 就是很不舒服的 像蝦翔 然後那些眼睛癢 所以有可能是那個貓 也搞不好不是貓 環境 搞不好它就是 病態大樓 對 因為通常你裝潢過之後的 就是味道 甲醛 這些其實都是環境污染源 然後那些其實都會造成 很像過敏或是感冒那種 就是症狀 你都不舒服 那醫師這樣說起來 是不是養烏龜最適合 什麼都不舒服 最漂亮 手抓 羊羽毛 一毛 羊羽毛 一天只要一個飼料就好了 還好棒 這有多懶 但是我們都知道 有養寵物的都知道那個毛髮 有多難清理 有時候你看到那個毛髮 是在地上捲 真的 就是這樣圓圓的 這樣捲 那到底我們有什麼 可以對付這些毛類的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的打掃方法對不對 對 因為針對這種毛髮 你打掃方法就是要讓你的這些 毛髮跟你的工具 是最短的時間內把它處理掉 對 例如說像吸塵器 我覺得這是最方便的 因為就是馬上把它吸住 另外有的人說 我們就是要用掃把怎麼辦 那你掃把的話就是 盡量揮動的動作要很小很小 對 因為動作很大的話 它就是飛在空氣裡 對 那你飛在空氣裡 你覺得你打掃完了 可是你空氣上的毛髮 都吸進去 又會 又會沉在你的地板上跟家具上 好麻煩 所以如果說有的人說 我沒有辦法買吸塵器 我只有掃把 掃把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 就是給套一個舊的絲襪 對 或者是說你可以 有點像靜電的意思嗎 對 所以說就是用靜電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灰塵毛髮 然後所以靜電就有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除塵的拖把 靜電的拖把 靜電的拖把 或是我們剛剛講 舊絲襪套上去 然後第二種就是用黏的 就不要讓它飛 滾輪的膠帶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掃把上面 可以 掃把上面可以黏一個膠帶 這可以 自製的 對 自製的 你在掃的過程當中 你的毛髮 灰塵就會黏在這個膠帶上 好臭 那你的掃把也不會那麼髒 對 其實每次都是那個地方黏 這個地方很髒 然後你還要用手 把它那個抓住 這多多都抓起來 好聰明 所以你如果沒辦法去買 什麼滾輪膠子的話 就是在掃把上面 加一個這樣子的膠帶 妳好聰明 妳真的很便宜 妳很便宜 對 好貴 對 我打掃完 可是我有辦法可以預防 我們剛剛講 你空氣清淨機 讓你的空氣裡面的毛髮變少了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用衣物柔軟筋 你找個空的噴瓶 我這個是大概100cc的水 大概就滴兩滴 你用筷子或是用不要的吸管 就去吸兩滴 兩滴就夠了 然後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噴瓶 做什麼 你拖地的時候 噴在拖把上去拖地 或者是你擦家具的時候 噴在抹布上去擦家具 原理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有 像衣物柔軟筋 它可以抗靜電 為什麼就直接黏著了 你就比較不會有靜電 你的毛髮就比較不會附著 就可以了 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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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我第一次聽到 遇到了 有一個柔軟筋 沒有 妳覺得是這個人這樣吃 弄這種奧瓶 好可怕 妳霸凌我們 不是 我不知道 我就撐著 我為什麼手不在這裡 可是我聽 手幹嘛放那裡 我聆聽得太認真了 我就 我就說 原來柔軟筋 筋筋筋 筋筋筋 Aura 怎麼會這樣 真東極西 你剛剛說你那個什麼 第一名 你那個什麼東西 真的很糟 因為我是身影 因為我是真真實實地抽血 這些東西也真實地發生在家中 好噩 我的蟑螂真的是第一名 蟑螂 我有被那個蟑螂爬過眼睛 然後隔天腫的跟什麼 或者是蟑螂排泄物 就是那種 可能被爬過 等一下 你怎麼會被蟑螂爬過眼睛 不是 有的時候 家裡會有滿多 德國的朋友 蛤 空巷 他要空巷 你家會多剛 然後這個稍微掃過一下 我那種 請問一說東西 然後我想說 常常這樣飛 沒有 想說不理他 早上 奇怪 怎麼 我對於任何事情 任何事我都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你知道 不用說太腫了 太腫或是 害腫的排泄物 對 排泄物 來看看好緊張 害腫或害腫排泄物 有沒有 第一名 你看 你的狀元 第一名幫你贏得30分 沒錯 頭號就是蟑螂 有沒有 大家最怕的 尤其是會飛的那種 很強的 而且會飛得很奇怪 你往哪裡逃 牠往哪裡飛 對 真的很討厭 因為蟑螂是全台灣 其實是第二大的過敏員 有氣喘的小朋友 大概90幾個% 對塵蟑會產生反應 可是蟑螂也是高達30%到60% 另外林口腸根也做過研究 就是說 在氣喘病童裡面 大概37% 對蟑螂的血情是有反應的 意思就是說 牠曾經接觸過蟑螂 而且對蟑螂會有過敏反應 因為蟑螂是一個很麻煩的動物 牠不但很可怕 因為有些人真的很怕蟑螂 另外就是說 牠的 分泌物 排泄物 牠本身的身體 意思就是說牠的屍體 都是過敏員 最可怕的就是說 蟑螂因為跑來跑去的 牠身上會帶了40種 就是病菌 40種 黴菌 病毒 所以牠本身是問題 牠身上也帶著一堆問題 我是住天母 然後大家知道 天母有一個很有名的名產 一種昆蟲 紅色的 荔枝春象 對 紅色的 對 因為我下衣服 我都會把衣服放在外面 牠就是紅色 然後牠很像 如果有密集恐懼症的話 看到會很噁心 那時候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想說 應該不太可能會在 我女兒的衣服上面 有點殘軟 結果我女兒穿了之後 牠就一直抓 然後牠的手臂這一塊 全部都腫起來 然後很像是 洗淋背 小狗 小狗 世家 一個一個碰 一坨一坨 然後馬上去送醫院 然後醫生說 就是是被荔枝春象的 排泄物弄到 然後就看到兩隻 荔枝春象臭女兒的衣服上面 那個交配的樣子 好好 超過潤的 然後很痛 我那時候 然後整個抓到都流血 所以牠們就說 如果說被牠咬到或幹嘛 不要拍死牠 不要拍 因為牠好像會有味 因為牠的獨藝 知藝會也是很毒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 還會講到很具材 這樣會講答 我會講 我會講 等一下 我被牠這樣引到 我的氣場都亂掉了 沒有 我會爆香 真的跟我剛剛開放有點關係 春天到了 植物的那個 對 花粉 對 來看看花粉有沒有 花粉 鮮肉蓉醫師 就是春天來的時候 就是有些人會對花粉過敏 因為可能就是這個季節 然後植物在盛開 它的症狀就是說 就是有點像就是說會 有些人可能就會變成是 類似像蜘蛛疹一樣 基本上就是過敏是不會到 就是有高燒 或是全身是肌肉痠痛 但是問題是過敏有可能 因為它這個免疫系統 整個就是被啟動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會有 微微的熱熱的感覺 其實我有一次就是 因為花粉 我那一次真的是差一點掛掉 花粉 真的 因為它有一些地區 它會賣蜂蜜 然後它會順便賣花粉 有 其實也是在喇在一起 之後會淋 然後他說 你這個泡水幹嘛 然後他就會試喝試喝 然後我想說花粉沒試過 我來一下 而且不喝白不喝 對 然後 然後他又看著我的那個人說 這個可以解宿醉 我說 我當時都OK了 對 我當時覺得 先來這兩杯吧 解宿醉 你好好想 我當下講說 起司 差一點就起司 兩杯起司 你看那邊 先走一個 有沒有 真的先走一個 真的是差一點走一個 然後 然後喝完之後我就想說 其實OK 還滿甜的 然後我叫老婆買一罐 然後就開車 然後開一開 奇怪 那個喉嚨就開始癢了 我說 中毒了 這不對 怪怪的 這個好像是我 引發蕁麻疹那種感覺 就是它開始熱了 它開始在燒了 然後我想說 不對 這應該要下交流道 然後我就趕快先下來 我老婆說 你幹嘛 你要上廁所 沒有 我不妙 不對勁 所以你本來也就有過敏體質 對 是有蕁麻疹 對 可是我那時候是被判定是空氣 可是我不知道花粉也有 所以它的腫塊 已經開始慢慢腫了 然後你的呼吸道開始變小了 然後我的三一節是究竟 就變成這樣 還有唐老鴨 然後 不是 是陳京城 對 王陳京城 有沒有 然後我就趕快 開始是鄭志偉 他還可以掛掛層 鄭志偉 你講到 你講到八度 然後我就趕快去打針 就掛手 跟我老婆講 老婆 我真的頭暈了 因為已經開始腦部 差不多快缺了 你會不會缺 那大家如果不爽他 就知道怎麼對付他了 對 不要這樣 很多事情我都睜一隻眼鼻子眼 加裝很常見的過敏員 其實我們就講說要低迷環境 大家有沒有什麼PayPal 可以讓我們打造這個環境 可以更清潔一點點 PayPal跟大家分享有沒有 我一開始都是 聽人家說 哪一個牌子的什麼清淨機 除濕機 好用就去買 所以就說去國外 去日本 美國都會扛那種清淨 那種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妳剛剛什麼扛 有些是很大台的 所以妳是這樣從過海關是不是 可是我跟妳講 真的很多人就是到國外 其實那個價錢會差一些 對 沒有人專門去買外國吸塵器 會來裝什麼的 是真的 然後我還因為小朋友 真的過敏太嚴重 就像我說我兒子 我們全家其實都會 我那時候還聽人家說 就是那個床墊有沒有 都會卡一些塵蔓 所以你要換乳膠床墊是比較好 因為乳膠裡面不會 不會藏那些塵蔓的 所以我們就 乳膠床墊後來我們去買好貴 貴很貴 對 25萬 然後我們整個枕頭床墊都換 我們光一個床墊 100公斤 然後搬來我們家是 100公斤 100公斤的床墊這麼厚 我們是全乳膠 然後那個四個狀漢都 四個狀漢搬來我們家 然後我們連枕頭都換 其實也是照樣過敏 浴室也是要噴過敏的那個 黴菌的那個 黴菌的除霉的 但其實我覺得成效還是有限 像我自己掃地 我會花大概20分鐘的時間 然後拖地 我會花30分鐘的時間 因為我會拖兩次 所以基本上如果加起來的話 我會花大概一個小時在清潔 其實時間很長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就是 有沒有你們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比較傳統的媽媽 她是跪在地上嗎 跪在地上擦 對 因為他們說跪在地上擦得比較乾淨 其實很傷膝蓋 腰跟手腕 而且那個水桶還要一桶一桶換 很麻煩 然後基本上我們家現在有一台 非常厲害的濕脫無限吸塵器 我今天有大安來 來 看看棋惠的配方 喂 歡迎來到我們棋惠的 秘密武器舞台劇 來 首先人物介紹一下下 隔壁鄰居阿姨 亥吳姐姐 嗨 媽媽兼女傭張棋惠 來 大家好 大兒子是誰 大兒子 哥哥應該是跟別人生活 不是我 小兒子是誰 我好噁心 很好 Action 今天 鄰居來到家裡做客 發現 大兒子在地上幹什麼呢 在畫 怎麼都沒家叫 還給我丟這個 還給我丟東西 天啊 好棒 繼續畫 繼續丟 還要丟 你們不覺得我為什麼 可以這麼輕鬆嗎 為什麼 因為就是介紹我手上這一台 我從我家搬過來 對 就是 濕脫的無限吸塵器 然後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 這個地方 這個孔 是吸塵孔 然後吸塵孔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先吸一些 例如說灰塵 還有一些碎屑的部分 是 再來第二個可以看 這兩塊 這兩塊是什麼 濕脫的旋轉脫步 它很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打蠟的方式 所以它其實會比我們用手脫 跟跪在地板脫 還來得更加地乾淨 錯度打蠟 真的很多打蠟的 下面機器是圓的一直滑的 就是圓的打蠟 其實它打蠟就是旋轉 對 然後再來 例如說它是可以濕脫 然後這邊按下去打開 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 裝水 有一個可以鑄水孔 這個地方 太多水了 把水加進去之後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把它 就這樣的水量就好了 對 這樣的水量就可以了 好強 扣起來之後 變形金剛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後面這邊 這個地方 有一個出水量 小一點 高一點 它的出水量也可以設定 再來 它的按鍵非常非常地清楚 按一次是濕脫 按兩次是濕脫加乾吸 我就要開始來表演了 你要先揍小孩才對 先揍小孩 不要 不要揍小孩 因為我覺得有了這一台 小孩雖然會皮 但是我覺得媽媽在打掃起來 也是非常地輕鬆 而且這個豬豬很難很難掃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蠟筆很難弄 不用擔心 小朋友好多這種 機器不會壞 按完不停 心也好 它聲音也好小聲 有看到嗎 看到 基本上 你們看我基本上沒有 我的作品 不要吵 很強 你這一次過去 兩 三個弓都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Turbo Turbo 加強 Turbo的部分按下去 然後其實輕輕鬆鬆地 就可以把它弄起來了 這樣小朋友就可以一直畫了 有沒有 對 而且這很強 這很強 這樣子的部分 小朋友一直畫 而且你看蠟筆是輕輕鬆鬆被吸起來 對 它會有生命危險 而且它連這邊的鳳裡頭的豬豬 都吸起來了 跑不掉了 邊邊都可以吸得下來 Turbo 好厲害 他們好強 你們看 好強 你看豬豬都在那裡 豬豬都在這邊 然後有發現嗎 就是我剛剛 一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我的大拇指就沒有一直按在上面 讓它弄了 對不對 而且如果我要拖地的話 我只要一個按鍵按下去 就可以直接拖 然後再來第二個 紅色按鈕 大家 眼睛注意看 3 2 1 1 一般我們的吸塵器 如果是吸一吸的話 裡面的集塵盒 就要馬上再丟裡面 對 但是我剛剛按這個以下 這個集塵盒直接增加了2.4倍的 有 你看上面全部都是空的 對 所以才可以繼續再吸 然後如果 你想要把它打開的話 看一下 按一下 然後這邊往下翻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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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毛穴還沒有下來的話 你還可以再次地按下 紅色的按鈕 它裡頭可以集那麼多 對 2.4倍 你們有發現嗎 就是我從剛剛到現在 我的手 是完完全全沒有碰到這些毛髮 對 其實我的手可以保持得非常乾淨 你都隨便按一下鍵 然後就解決這件事情 對 沒錯 然後再來把它關起來 之後 繼續吸 因為我剛剛有對可以繼續吸 然後可以看到 因為它有兩顆電池 黃色這個是它的電池 一顆電池 兩顆電池 它的電池 有120分鐘的續航 很久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都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我說 足球場都給你吸起來了 足球場這太誇張了 然後 因為它是 無限吸塵器 所以其實你就是可以不用擔心 例如說你吸到這邊 或拖到這邊 就沒有插座 了解 很方便 很方便 基本上我覺得其實 太厲害了 最貼心的 它總 120分鐘真的很久 很久 然後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覺得家裡有很多東西 是需要去清掃 去吸 去拖的 它總共有附 11個吸頭 11個吸頭 然後從吸毛穴的 吸毛髮的 然後包括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清掃得乾乾淨淨 而且是乾吸 濕拖一起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我今天 敢把它拿出來 就是分享給大家 而且我覺得其實就是很方便 而且很輕鬆 一次工就是你看 掃地也掃了 然後拖地也拖了 是的 很厲害 謝謝媽媽 下一個機會 好媽媽 好帥 而且其實這樣媽媽會輕鬆很多 真的 一定要 然後爸爸如果好吸一點 買一個給媽媽 是不是 爸爸好吸一點 買一個給自己吸 幫忙打掃家裡 本身就是個過敏員 對 至於這個過敏員 我們來看看一般民眾 對於家中常見的過敏員 了解有多少 來看看我們的VCR 請問家中最常見的過敏員有哪些 動物的毛髮 因為它滿容易引起呼吸道的問題 應該是黴菌吧 因為它被潮濕 然後黴菌很多 然後你把它氣喘 過敏 打噴嚏什麼的 我覺得是塵蟎 可能棉被上面有塵蟎 你弄到臉的時候 會覺得 我也覺得是塵蟎 花粉 因為我爸媽會養一些植物 我就會對這個過敏 覺得是梅菌 因為可能梅菌喜歡在潮濕的地方 我們家就是 春夏交際的時候會滿潮濕的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梅菌是家中 最常出現的一個過敏員 覺得是塵蟎 被子裡面 然後很多都會有一些小小的塵蟎 然後很容易引起一些過敏 我覺得是動物的毛髮 塵蟎 因為家中有很多棉被或衣服 會產生很多棉絮 會引起過敏 我覺得應該是寵物的毛 因為我小時候 有因為家裡養狗的關係 所以造成我容易打噴嚏 然後皮膚會有一些過敏 家裡如果有一些蟑螂 或害蟲 在一些家裡的家具跟身體 爬來爬去 就很容易會造成皮膚過敏 轟重 很噁心 我覺得是 因為潮濕的地方 都很容易有黴菌 像我家就很潮濕 所以讓我常常打噴嚏 我就很容易過敏 最近買了新房子 然後搬進去之後發現 有過敏的現象是怎麼回事呢 果然就很一樣 買了新房子 有過敏的現象是怎麼回事 安琪老師可以告訴大家嗎 對 其實新房子會過敏 有時候是因為粉塵 因為粉塵其實很難清 可能要多擦幾次才有辦法 另外有一個就是因為 印尼很多一些木製的家具 為了要防腐 就會加甲犬 所謂的符馬鈴 所以它可能就是會對這種 有機溶劑會有過敏的問題 如果說有時候真的很不幸 就是真的有甲犬 味道很重怎麼辦 例如說你可以用通風 就是窗戶打開 保持通風 然後空調設備把它打開 或者是多用水去擦拭它 市面上也有那種 專門去除那種甲犬的那種噴劑 或者是說你種一些植物 或者是說放一些活性炭 這個對於空氣的進化 都有一些幫助 謝謝安靜老師 好的 至於兩隊今天答題 勢均立即 拜託讓我隊45分 別跟我隊隊55分 只差10分 恭喜你們可以放 三顆球 三顆球 謝謝 你又越來越近了 感恩 你們有一顆球 夏靈杯子 夏靈杯子 而且你的球好搭你的衣服 可以 有一顆還是有機會的 對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禮拜 我才一顆 棒 沒關係 還有是非搶答題 但是是非搶答題 搶到了之後要答對 機會所以不要亂按 好 要小心一點 對 因為如果答錯的話 分數就是對 就他們的了 好 來看看 第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請問一下 曬太陽有可能會造成過敏反應 Yes or No 請搶它 水 對 然後他不造答案 Yes 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曬太陽我也會過敏 而且我是 原本不曬太陽 我只要一腳踩出去之後 我就會很輕 對 為什麼 他們本身有吸血味的意思 不是 叫他們就 不是 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真的 而且只要一次到太陽 我就會很輕 所以是對的 所以你們答案是Yes 有沒有答對呢 Yes 可是你們不是說曬太陽很好 棋惠剛剛講的那個應該是 眼睛受到強光的刺激 引發我們的鼻黏膜的一些反射 那個不見的是過敏 真的 通常對陽光的過敏是皮膚的 對 那個叫 就是說有某些體質的人 或者是說他吃某些藥物 或者說吃了某些食物 讓他的皮膚變得更敏感 更容易去吸收陽光裡面的紫外線 紫外線 第一個它會傷害我們的細胞 造成皮膚炎 第二個它會刺激我們的 皮膚釋放組織胺 這個叫做所謂的 日光性皮膚炎 也就是它最後造成的結果 跟一般過敏 最後跑出組織胺式一樣的 途徑 如果像這樣的話 是不是補充維生素D會 因為它畢竟還是經過 那個紫外線產生的 所以適當的防曬 可以避免這種所謂的 日光性的皮膚炎 了解 另外一個就是某些食物 像是我們都知道芹菜 感光的食物 紅蘿蔔 柑橘類的像葡萄柚 橘子 柳丁 這些裡面有所謂的 這個都會引起你的皮膚 特別容易感光 特別容易對紫外線敏感 對橘子 所以避免一些藥物 一些食物 適當的防曬 是避免陽光 對日光過敏最好的防曬 好想你答對了 對 恭喜答分 好厲害 直接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過敏都要成 厚到 這什麼 Yes or no 請簡單 不行 所以我一個朋友 他本來沒有厚到 他就是過敏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對 因為像我兒子 如果他是常常需要 睡覺是用嘴巴呼吸 因為他鼻塞 過敏 然後他嘴巴會開開地睡覺的時候 他的牙齒齒裂就會不全 然後他的下巴會越來越往前移 所以你們以前 所以他進化了 進化 他後面會不會長腮 所以你們看有沒有很多媽媽 是故意把小孩用膠帶 把他嘴巴這樣子喝起來 所以你的 就是齒餓排列不整齊 跟你過敏有關係 妳好專業 真的假的 而且被妳講好像 真的有可能 而且他們會下巴後縮 有時候會是 後到有時候是會下巴後縮 會沒下巴 所以你們答答是Yes 有沒有答對 對 真的 真的假的 現在的最近真的太強了 最近其實是專業的對不對 真的很有Sense 真的沒有說 真的 用Sense來形容 你看 他剛剛講的都對 所以他都是完整的解答 幾乎 真的 楊浩如 妳擠擠擠 我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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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厲害 不錯 來看看 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Baby出生的時候 即可以抽血來檢測過敏源 Yes or No 請講答 Yes嗎 好啦 應該是 應該是Yes吧 第一次遇到沒有人馬上講答的 因為從小就 驗血 應該是Yes吧 我想是No 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過敏的東西就是你免疫系統 你免疫系統要被引發 就是有一個這樣機制的反應 你的身體才會顯現出來說 它是對什麼東西過敏 小Baby他剛生出來 他都還沒有受到一些外胎刺激 他身體沒有這個反應的時候 你是測不出來的 好厲害 通常西醫是這樣 頒獎杯給他 通常是你有反應 西醫才會測得出來 你沒有反應 像你有時候已經 現象都已經消退 你去看醫生 醫生是看不出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你給醫生看照片 看什麼的 剛剛答案是 No 有沒有答對 什麼厲害 天啊 那聖醫師為什麼其實 寶寶出生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測過敏 其實是浩宇剛剛講的 你身體要醞釀一個東西 需要時間 那多久的時間 要有反應 要引發過敏 因為我們要對一個東西過敏 不是第一次接觸 那是要第二次以後的接觸 對 第一次你要去 第一次看到它 然後發現 把它變成你的過敏源之後 那第二次之後 才會有反應 才會跑出那個過敏反應 對 所以通常幾歲以後測 所以一般來說 是建議兩歲以後再測量過敏源 兩歲 兩歲前的話 免疫系統還沒有成熟 該有了過敏 還沒有發展出來 那個時候測其實意義不大 楊浩如你好巧 我真的好厲害 很厲害 有工碼起來 有工碼起來 裡面進修醫學系 可以 當換多 來看看下一題 你可不可以繼續 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泳池游泳比在海邊游泳 更容易引起過敏反應 Yes or no 請下答 泳池游泳 常常去海邊的 常常去海邊的 沒有 我覺得是 對 因為游泳池可能有 不知道有沒有綠 你回去如果沒有 就是 洗乾淨的話 趕快馬上 對 很好 所以你們答案是 Yes 有沒有砸這裡呢 什麼東西 厲害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綠就是可以拿來做 所謂的殺菌消毒 對 因為綠的話就除了在水裡面 它也會蒸發到空氣裡面 曾經就有一個期刊 他們就有研究 針對青少年 他們就是在海邊游泳 跟你在游泳池游泳 他們就做他們的比較 他們就是有一個過敏的紀錄 小朋友他們的 青少年游泳的過敏紀錄 他們就有分析發現 就是說 你經常在游泳池游的話 它的過敏的紀律是 大概會5到7倍 那麼高 比去海邊的話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那個綠其實是 對皮膚 呼吸系統 或是我們眼睛黏膜 其實都是相對一個刺激 其實不是只有游泳池 有時候那個清潔劑也會有 對 所以有的人會什麼 什麼清潔劑用完之後 可能就會眼睛紅 皮膚癢 這個其實都對於 什麼 裡面的綠的東西 也是會有一些影響 了解 對 好 本來謝謝廷 請問一下 經常聞到魚腥味 可能是過敏導致 Yes or no 請講答 妳常聞到魚腥味 妳要不要去快篩一下 魚腥味可能是過敏導致 我覺得是Yes 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就是 過敏過到鼻竇炎 然後沒有去治療 然後可能會一直聞到魚腥味 皮膚肉腫大了 對 之類的 就是鼻子會壞掉 然後可能會無緣乎 就是會臭掉 激在裡面 然後可能就會常常聞到五腥味 所以我覺得是對的 但我不知道你覺得 對 我覺得對的 因為剛剛那個厚道都OK的 我覺得 真的 真的 我被那個厚道真的是 你覺得他很扯是不是 嚇了一跳 被 今天的題目怎麼那麼妙 太常聞到它 太臭味了 真的太妙 他們答案是Yes 有沒有答對呢 其實我也覺得是Yes 老實說 可是你覺得這個是糖尿病 其實我也剛剛有點可惜 因為你在解釋的時候 把答案講出來 你講出鼻竇炎 其實鼻竇炎跟過敏 還是不太一樣的問題 因為 我已經過了 所以鼻竇炎不是過敏 你其實講得很不錯 鼻竇炎是說 我們的鼻子可能有受傷過 有外傷過 或者是說有一些先天的 過造的異常 讓它特別容易藏細菌 在裡面 我們的鼻竇裡面感染 我們的頭骨裡面 有很多的空腔 那個叫鼻竇 在裡面就發炎的話 又排不出來那個叫鼻竇炎 因為過敏不太一樣 又有意思 所以這個魚腥味是 對 所以其實是 重點就是這個 鼻竇炎是感染 你到魚腥味的話 其實都是已經到感染 那是鼻竇炎 那是一般的過敏 是不會到這樣子的 可是如果你有些人就是 嚴重過敏 一直不好 這邊可能就是腫脹 到最後有可能也會變成感染 對 所以基本上 它們還是不一樣 但因為一個需要投抗生素 一個是不需要 對 對 所以就是這個 主要是個差別這樣子 所以你好可惜 你解釋這個 可惜了 然後再次你先輸給對方了 沒關係 拜託讓我對答對了三題 只要叫我對答對了兩題 我真的有聲音 所以你們可以放一顆 幸運球 好的 搞不然是可以接到你們 對啊 得到我們的精美禮品 兩顆 妳太厲害了 三顆 請到我們的安琪老師 好 什麼意思 藍色 GO 紅球 安琪 好厲害 他們 太厲害了 恭喜得到我們的精美禮品 好厲害 妳到現在才知道我們是藍隊 不是 妳說藍的嗎 奇怪 超強的 這世界就怎麼回事 我終於贏了 你沒有來贏過嗎 我沒有來贏過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事情就是負負得陣 妳輕鬆 她輕鬆就OK 對 以後我們要常搭配 OK 太厲害的人 連後照都搭得出來就對了 所以妳是坐這邊的 妳是坐那邊的 對 妳會坐那邊 不過其實經過了整集的內容 我覺得大家對於過敏的疾病 還有症狀就更了解 其實打造健康的居家環境 有你健康的生活型態 就可以 可以輕鬆地遠離過迷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妳好好笑 謝謝